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知道兩位其實都是年輕的創作家 也知道在這個創作過程大家都用了很多汗水 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片段 或者有沒有一些辛苦的情況都發生過呢 可不可以跟讀者分享一下 其實我來說最特別是這次帶爸爸去寫作 我也不太敢自己一個人去訪問爸爸 有時子女和爸爸之間 你好像知道每天相處 其實你知道他的事可以好笑 很多時候媽媽在家裡是多話說的 爸爸在家裡是沒什麼出聲 吃完飯就可能看電視 問下去原來爸爸的成長是這樣的 這個經歷我好像陪了我爸爸 去重組一次他人生的角色 也感覺到他成為爸爸 對他來說很珍貴 我有幸去參與他生榮的角色 我也有一種感恩的感覺 所以是很覺得最特別 做這個項目最特別是有我自己在裏面 是 我現在 剛才阿鈴這樣說 我重溫上演寫的時候的感受 其實是很感動的 我覺得整個過程 因為這次是透過訪問 去瞭解其他人生命的故事 然後自己重組 再用一些文字或者圖畫 去介紹給其他人 其實中間是有很多情感 收集在自己那裡 有些媽媽 是真的會沒有了小朋友的經驗 或者她為了要賺多些錢 可能有個飛龍媽媽 她離鄉別井了17年的 如果我再幻想我是她的話 真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原來成為了人家的爸爸媽媽之後 真是一種原動力 在自己的身裏面 是一種很大的力量 可以推遲到自己成為一個 自己意想不到的人 所以聽這些故事 即使可能選擇很短 可能跟他們聊天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其實但是接收到那個情感 那個故事是很豐富的 這兩本書 其實你覺得那個感覺 和創作其他的作品有什麼不同呢 那我先說 我覺得創作這本書 真是溝通是超極無的重要 或者是聆聽的能力 有時候自己做自己作品 是自己和自己溝通的 對呀錯呀要不要再來一次 都是自己去反覆思量 但是這一本就是要很虛心地去聽別人去說話 而不在中間去加一些自己的意點在裡面 就是這樣才可以很完整地表達到被訪者的心情 我覺得這本書給我的啟發就是 接收到很多我平時沒有想過的事情 因為首先自己沒有小朋友 對親子關係的想像其實沒有那麼寬 就是很多時候會覺得香港的家長 很多時候是不是都是想做直升機家長 是不是會很慌慌一些小朋友成才 但是訪問這十個爸爸 其實反而他們的初心都很簡單 都是想小朋友快樂 但是同一個初心表達的形式有很多種 有一些就是會盡量安排好的未來給他 有一些就是想他在自然的環境裡面享受 所以這一個令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了解到不同人 有不同對愛的詮釋 自然就會有很多種不同的小朋友 所以這個社會裡面才有這麼多種不同的人 也都希望大家看完這些書之後 會想自己爸爸給自己的愛是哪一種呢 會不會用另一種的角度去欣賞自己家人給自己的東西呢 如果是你們呢 你們會怎樣 即是你們推薦我的讀者們 他們會用什麼角度去看這兩本書呢 有很多說話 其實自己和爸爸媽媽 可能好像隨著年紀的長大 我們和爸爸媽媽的關係可能會有疏 有很多又會很近的時候 又會走遠一點 有些不同的關係 有時候會用口說一些甜言蜜語 可能小時候 再去到大一些又會可能只是text message 又或者是點頭就OK了 所以其實這本書是好像一個媒介 是透過文字去 用一個比較溫柔一點的方式 比較間接一點的方式 讓我們去了解 其他爸爸原來對自己 或者媽媽對自己的子女有這樣的關故 沒有這樣的愛的 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爸爸媽媽 或者我和我身邊的人的關係 是不是有些少少 可能如果是說多些出口 或者是直接一些表達 可能關係又不同了少少 又或者軟轉少少 其實都沒有所謂 寫個字或圖畫 其實都可以表達到愛 你願意一下一些特別一點的 我會希望大家用一個很接納的角度去看這本書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可能有 和爸爸相處不同的經歷 但是很多時候因為生活的一些小事 對爸爸可能有一種定義 但是如果他跳開 看看爸爸作為一個人的成長背景 以至他今天為何會這樣對自己 我覺得這個抽開一點點的角度 是挺有趣的 很多時候說爸爸就是 他愛不愛兒女 他能給兒女多少 但是可能少些人問爸爸是怎樣的 爸爸他本身的人生是怎樣的 我會覺得如果用一種這樣的角度去看爸爸 親子關係可能會開放一點 問一問大家 大家在文字和插畫上都下過很多款工 你們怎樣呈現這個意念給読者聽呢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有什麼心思放進去呢 我們好像爸爸和媽媽的換書 其實那個排版是差不多的 好像是一套一樣的 我們就用了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力量去代表了某一個故事的爸爸或者媽媽的 很希望其實是想突出那個爸爸的教養方式的一個特質 但是也不代表那個爸爸或者媽媽 其實他只是有這種特質去教養小朋友 其實每個爸爸媽媽都有這些特質的 在自然裡面可能他是一個運動員的 他生活就是出現了很多不同的 可能滑浪風潭 從而是更容易去代入這個角色裡面 我想這個作品比起其他作品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想盡量把它寫得親切一點 想它生活化一點 就是我盡量會想把那些爸爸的說話 原汁原味的語氣 呈現給一些讀者聽 很想它整個人活靈活現回在你面前 所以這個書裡面可能你會覺得 每一個人那些引號裡面說的東西 其實我很希望大家會看到他們的性格 好像認識了一個朋友 這個是我落的小心思 聽到兩位在排版上、畫作上 甚至文字上都下了很多的苦工 其實我翻開這本書 都見到其實兩位 其實他們在文字表達上都很平白 其實不會用很多一些很難的字 都會是一些很平實的用語 甚至是爸爸他們會講開的口頭善 他們會用開的用語 都會刻意在這方面都會多些刻畫 就是希望務求就可以一個原汁原味 可以將那個爸爸的特質去發揮出來 就是剛才都有說的 十個爸爸就十種不同的字位 就是正如就是 其實這兩本書都是正正集合了 就是多位的家長 他們其實他們有些什麼字位呢 他們有什麼特質呢 都很值得我們去欣賞 就是其實在他們的故事當中 其實都會看到很多我們的形子 或者我們會找到我們的共謎 希望這件事都可以和各位去聯繫到 就是和大家連結得到 這樣時間都差不多 不過我們都想最後 就是想兩位都有個小總結 就是有些什麼信息 很想和讀者去分享呢 或者有些什麼 就是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都很想讀者特別留意呢 這樣可以分享一下嗎 我會想我看完 就是做完這本書 都認識了十位爸爸 那我會覺得好像和他們是朋友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算生活為兒為女都好 都關心一下自己多些 就是除了你的人生 除了是一個爸爸 就是你都是一個人 你曾經都是一個少年 曾經都是一個男孩子 那希望大家會對自己好些 還有不需要這麼拘謹自己的爸爸的角色 他去享受生活 那我會想和他們說這件事 每一個爸爸媽媽 其實他們都是兒子和女兒來的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一個父母在的 那其實他們給我們的愛 其實是可以延伸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我們感受完那份愛之後 我們對朋友的愛 對親密的人的愛 或者對同事的愛 其實這件事都可以去散發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想大家去在平時的時候 多些去感受一些勢力一點的感情 很像賽車的考量 這本書其實不是一本很平白 不會是一本教過書 而是從一些小故事上面 我們都會感受到一份智慧 還有我們更加重要就是 我們可以反思到 我們父母對我們的愛 或者反過來為人父母 我們都想回我們一開始的操心是怎樣呢 我們的成長 我們曾經是一個少年 我們兩代人可以多些溝通 多些的理解 正如我們兩本書的副標題所說 我們要找回生命裡面的禮物 還有我們找回生命裡面的角色 希望我們在這兩本書方面 我們都可以找到最大的禮物 其實都是我們的初心和我們的愛 我們的角色 希望我們將來接下來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好的父母 我們可以用愛的溝通 還有我們也可以做子女的 我們都希望我們可以 好好地把我們的愛 去表達給我們的爸爸媽媽媽 多謝兩位年輕的創作家 好 多謝各位 謝謝 有沒有跟太太談過 我們教子女的時候 我們的角色分工 一個是黃飛鴻 一個是石堅 那我一定是黃飛鴻 看我的樣子都像 是不是我這麼好人來的